大家好 我是王維鈞 今天來立法院 我想我來講個故事好了 在這八年來協助犯罪被害人 初期的我八年前不幸成為被害家屬的同時 在事件的發生 其實我現在說這一段可能可以讓很多長官們更有感受 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處境 當時我以為這麼明確而且嚴重的一個手段 我是不需要律師的 所以當時也就一路走認為司法會還給我們公道 這是許多被害家屬心裡的感受 總覺得司法會還給我們公道 那當然在後來我理解到是因為自己對於法治教育其實不了解 那不單單只是我對法治教育的不了解 其實我這八年來所協助的許多犯罪被害人的家屬 其實也對許多司法程序不了解 所以我常常在說的一句話就是 你的說明不是我的理解 那當然法治教育的不足是不是犯罪被害人的錯 其實我當時是蠻自責的 為什麼我會相信不需要律師這麼明確 應該就可以得到一個公道 當然在這個程序中我是不懂法律的 王浩事件之前我也沒有進過法院 但是有多少被害家屬是跟我同樣處境的 那這個比例是非常高的 當然長官們你們在自己本身的工作以及生活上 你們可能沒有辦法感受到 對司法上面的不嫌熟不理解 所會產生多大的一個衝突和誤會 我舉例來講 我曾經協助一個案件 那個家屬非常的緊張說 為什麼姑姑這個案件判這麼輕 我說是判了什麼 到底是什麼內容 你可以不可以跟我說 他是傳訊息給我 然後他傳給我 之後我一看 我沒有笑他 我心裡很難過 那是一個傳票 並不是判決書 但是他看不懂 他看到最後一頁的引用法條 他以為 五年以上 多幾年以下 這樣子就是那個判決的內容 可能長官們會覺得很好笑 這個內容都看不懂 對 在實務經驗上面 真的看不懂 連定驗是什麼都不懂 當然增加我們的法治教育的這個 教育的前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在全民對這個法治教育能夠有稍稍的理解的同時 那我們對於犯罪被害人能夠做些什麼 我再舉一個故事好了 我所說的故事是長官們的故事 但是卻是被害人他們實際的處境以及生活 這個故事是昨天發生的 三年前我在司改國事會議的時候 推了這個刑事訴訟法 271條之二第一項 我看到司法院這個內容也有報告在裡面 他是108年12月10號三讀通過 那109年的1月8號總統就公布了 所以不是109年的1月10號就已經生效施行了嗎 可是我昨天在陪伴一件死亡案件的被害家屬第一次的程序準備的時候 是個公開庭 多大的一個電視螢幕牆 秀出了這個被害家屬夫妻兩個人的個資 而且當庭叫他們完整的唸出來 我當場其實我非常想要站起來制止法官這樣子做 我想要糾正他 但是我又非常的擔心 家屬的情緒需要我支持 我萬一因為擾亂法庭被轟出去 那我是不是沒有辦法去協助家屬 這麼小的一件事情 法庭上的人別確認 由我這個不懂法治的人來推 甚至成案 很多人很感動 但是在感動的同時 是不是看到實質上面的問題 有多少實質上的問題 不是長官們你們從程序上面所看到的問題 如果我們的司法程序沒有注入應該有的溫度 甚至在實質上面的看見以及協助 我不知道被害家屬到底還要有多少的暗夜哭泣 我們再說回來 犯罪被害人 常常只要新聞媒體看到的時候 要嘛旁邊是一般民間團體 要嘛是他的親友 要不然是他請的律師 極少數有是真正有一個律師能夠陪伴 而且是國家給予的律師 因為為什麼 資格這麼樣的嚴苛 那講到這裡我就不禁要請問司法院 犯罪被害人是不是得以使用法符 可以嗎 可以使用法符嗎 那我們法符是不是本身就是把犯罪被害人拒絕在外的 一年犯罪被害人使用法符有多少資源 甚至我們外界其實一般大家都講 法符是加害人的法符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法符也能夠多協助犯罪被害人 也就是我所說的專業分工 飯堡不需要再去在律師的部分 去多做一些功課 甚至在業務上面 增加他們的這個工作量 我們有法符嘛 為什麼法符不能夠好好的協助犯罪被害人 在犯罪被害人的部分 我一直希望我們的長官能夠有更多的看見 以及實質的感受 其實我常常很兇啊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說 為什麼我老是講話這麼兇 我每次只要一講到我的被害家屬的案件 其實我現在就已經背後都一身汗 為什麼我會這麼激動 如果長官你們只是看文書 你們沒有看到現場 你們沒有看到被害人有多無助 你們也沒有看到被害家屬有多惶恐 單單只是從文字面 你們絕對沒有辦法做到位 如果犯罪被害保護協會 董事會的參與度是這麼低的 五成以下 這樣的一個參與度 我不知道他們實質感受到被害家屬 有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我非常感謝他們願意投入 這個犯罪被害的這個保護業務裡面 也就是那十位的這個企業主 但是真的企業主他非常的忙 我那天有看到就是 我們的這個部長有回應 他們就是企業主很忙 會在他們公司裡面 他的部署是專業的 哇我看到那句我真的有點嚇到 我不知道我們的犯罪被害保護 連企業主的公司裡面 都有專業的 懂犯罪被害人保護的 這樣的一個人才在 如果有請把他們聚集起來 那我想這個應該部長 法務部長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 如果真的有 今天不會有王維鈞 我相信今天我做的事情 是許多人都希望 有的這樣的一個協助 但是大家都無能為力 因為犯罪被害人保護 一直在我們的司法上 他是一個不受重視的 以上是我的報告 好我們謝謝王理事長 那也拜託行政單位 剛剛王理事長的問題 已經提出來了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幫你摘要 但最起碼我這邊看到 有四點的部分 要需要行政官員直接回應的